由科技部、经济部和文化部共同指导推动的国王3D动画全国大赛 9号在台旅进行颁奖 而本次活动吸引136组选手参加 希望透过比赛的竞争能发掘优秀人才 并协助人才进入产业 让国内数位内容更加茁壮 2020年HPC功夫国王3D动画大赛 在高雄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136组参加比赛 最后胜26组进入总决赛 高雄市副市长罗达森受邀致辞时表示 高雄市极力推动数位内容的产业 希望像这样的活动可以年年来高雄举办 高雄市政府会提供最好的场地来协助 今天代表师傅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一边 来办理这样一个活动 而且今年会特别选在高雄 我想各位看到高雄的美 环境非常的不错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每年都在这边办理好不好 也不要搬了 那我们会预计在这边亚湾区里面 会有重新一些规划的一些事件 而且会打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那这些环境包括说 我们会在这边 试着做出一个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亚湾定位在 5G ART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上 那当然这个部分会结合数位内容 一起来推动 数位内容一直是高雄市政府 极力推动的产业 从2000年到现在 大概引进了288家的数位内容业者 投资金额更超过了120亿 这也形成了一个数位产业的聚落 未来亚湾区也会是一个产业转型的新据点 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样子一个环境 引进不同的业别进来 这些业别包括电竞的业别 包括游戏的业别 包括做动画的业别 包括做这个视觉特效的业别 等等甚至做体感的业别 这些业别我们都会逐渐的引进起来 那形成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个产业聚落 那这些小小的产业聚落 彼此之间在这样一个区域环境下 你又是供给班 你也是需求班 那打造一个内循环的一个市集 那这样一个市集形成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 它就是一个虚拟的集团 那利用这样的虚拟集团 其实我们可以跟区外的很多的这个大公司 甚至海外的一个企业 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市集 那这就是让各位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商机 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国研究国网中心提供了参赛团队 云端远距离高速算读资源 让参赛团队可以完成作品 这次的优胜团队最高可获得奖金100万元及奖杯 希望借由比赛能发掘人才 培育人才进入产业 创造出台湾在全世界数位内容的竞争力 记者吴秉原高雄报导